10月23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四川省人民政府和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11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成都开幕 本期论坛以融通中外共谱新章为主题 来自五大洲5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华文媒体代表人士参加论坛 欧洲时报社长钟成在发言时表示 近现代以来,华文媒体一路闭路蓝缕 为民族救亡呐喊过,为中华富强鼓呼过 而今,融通中外促进文明互建和民心相通 成为华文媒体新的历史使命 在全世界,我们海外华文媒体最中国 在华媒界,我们的海外华文媒体最世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信息互联、人工智能的新时代 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 让更多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以及Z世代年轻人读懂中国 我们应该加强与教育、文化、经贸等各个领域的联动 以更多元、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提升舆论传播力、影响力 让外国民众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喜爱中华文化 我们应该坚守华人本色、团结协作、勇意前行 充分借助民族复兴的大势、建设和完善海外华文媒体的资源协调共同体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璐军做了题为《中国新时代华媒新机遇》的主旨报告 他指出 当今以华语为母语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同时 全球化加速演进 经济文化交流愈发密切 在国际传播格局中 华语传播无可替代 这为华文媒体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空间 走向世界的华人是文明的使者 是跨文化交流的摆斗人 在未来的国际传播和文明交流的大舞台上 只要我们秉持平等开放包容理念 营造谈结合作共赢大格局 我们的国际传播的力量就会不但壮大 影响力亦将不但扩大 机遇之外 当前华文媒体也面临深刻挑战 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大家阅读新闻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 传统媒体如何集聚心动能 对此 星岛新闻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社长蔡进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一定要因应这个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 能够把这个内容以多元式的一些方式 多元化的方式和接地气的一些表达的手法 去影响更多的受众 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认为 在积极拥抱社交媒体等新兴技术的同时 传统媒体也应坚守新闻的本质 重视原创内容生产 在新闻本质的之上 我们还要确保说我们要有足够的 而且是高质量的原创性的内容 能够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分享 我讲的这个原创性内容还不只是说文字上的 新闻或者是评论 也包括了视频 短视频 也包括了音频 要有这些原创性的内容了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社交媒体上 引起了炸裂的这个效果 当天中央有关单位及四川省领导出席开幕式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以研讨交流 联谊发展为宗旨 是规模最大的华文媒体高层交流平台 自2001年起已成功举办实戒